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小春风如何执迷 谁的呼吸 那我冰冷心底 泛起了一侧涟漪 也许梦中 藏着某个身影 辗转过多少回忆 哪怕一生 为爱颠沛流离 愿随你 看云甘风起 别怪这宿命 这天意 这造化无情 更凭红尘来去 像一场游戏 赌上我自己 一颗心 也不可惜 交换我一生 所有欢喜 姑娘 你就说正事儿吧 好 血狼 我听下人禀报 前些日子 你似乎跟一个娘子 在我们家门口说话来找 哪一位啊 应该是王嫂子吧 我以前 练住过他们家的院子 那日呢 正好在贵府门口碰见 好了 不管是王嫂子也好 还是什么其他的娘子也好 只要是对你好的人 就都是我的贵人 之前定亲的时候 没来得及说 我绝对不是那种 捏酸吃醋的性子 你要是 之前有什么红颜知己 不妨早些接近京来 我和他们姐妹相称 横目相处 以后一起迎师作画 沿袭女工 岂不是 没事一见 谁在那儿 不必担忧 不是什么外人 是从小到大 照顾我的管家德书 只不过这几日 他得了麻疹 所以我就安排他在耳房休息 麻疹 麻疹啊 奶娘 不是很严重的 德书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一定会牢牢记着 欧阳家的家训 此生绝不纳二色 真的吗 可是我之前听说 有好多小娘子 都爱招惹你 欧阳官人 若是能说到做到 那是最好不过 没有 我 那是最好 你都知道 我 你都要 你以为 你以为 我 我 你 by 你以为 他 你以为 我 你以为 左手 好了 你把我画好看了 我哪有那么好看 夏淑 我比例不够 都没有画出你一半的美爱 八月十五于前堂顾月小众 欧阳记名 你明旭 自济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叫你欧阳 如果你哪天叫我旭郎的话 我就会更高兴 等你哪天帮我带上钗子再说吧 那好 一言为定 姑娘 咱们该走了吧 先凭郡主府上的宴席 一刻也不能耽误啊 都耽搁这么久了 奶娘 你先到外面等我吧 那 血狼 我等你后日 接我去青灰园 赏他花 好 一定 你 出来吧 你呀 你说你刚才干嘛打断我呀 你不是一直愁着说不能以正式之礼对待赵氏吗 刚才既然高小娘子已经说了 你就应该顺水推舟提出来 让赵氏以平妻的身份进门呢 你还真以为高会能让帕尔做平妻 怎么不能啊 平妻说着好听 但是在族谱里仍然是妾呀 我刚才听着 这高小娘子也算是知书达礼的 那说不定就能同意了呢 不渡不计乃是名门大户的风范哪 你还真以为她不渡不计啊 怎么讲 你可还记得 上次 我们一起去杨绍卫家那块啊 记得 有一个苏家的小娘子 三宝苏星远的妹子 送你梅花来着 她送完梅花三天之后 出门就意外地摔了一跤 从此 她的左眼就看不见了 起初呢 我以为只是一个巧合 后来 在陆明宴上 杨颜要把小女儿许配给我的 教书郎功劳献上 她家里也出了事 她小女儿坐船出游的时候 船意外地给翻了 人虽然救了上来 但是依山尽尸 还被很多人给看见了 所以 休日之下 只能出家 做了女官 所以你认为这些 都跟高辉有关系 闻君有他心 拉扎催烧春 催烧之当风扬起回 从今以往 复相思 相思 相思为君君 优优独行 舊东西烧了 冰根也断了 先把药喝了 以后我们作何打算 你是想去官府告我欧阳旭 还是会见他 平日里自诩临位不乱 说了这档子是 脑子跟酱味 什么都想起来 对了 隐藏呢 都没见着他 他昨天为了照顾你熬了一整夜 我让他去睡了 嗯 嗯 今天晚上先放过你 等到明天早上 你要是变乖了 就把你请回秀房 照顾金尊玉贵做你的当家娘子 你要是还不变乖 我就慢慢地打 先左腿再右腿 再左手再右手 一刀一刀全打折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别打我 我没见了 我真的没见了 没有请走 是我们 你做噩梦了 没事 继续睡啊 周舍他打我 他骂我是个贱人 他 他还把我的顾月给卖了 你的顾月在这儿呢 你看 好好的 不用跑 不用跑 顾月就在这儿 我看得好好的 周舍已经被刺配 你的皮帕也回来了 顾不去的 整个江南都知道我的臭事 我要去背叛了胖二姐 我这辈子 都完了 没有人能帮我属身脱脊 我没有脸活下去 胖二姐 不能让他再激怒我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你一分七书 好 好 她的父亲是朝中高官 她的姑姑是官家宠妃 她理所应当就觉得 这全天底下的事情 都应该由她 予多予穷 包括我 真 你想 近视的妹妹 六品官的女儿 她说下手就下手 那如果我一个韩门 敢违抗她 她又将对我如何 她又能放过胖二吗 都这样了 你还敢纳赵氏为妾呀 其实我这么说 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旁 我太了解她了 她哪能受得了将其为妻的侮辱 只要她复旧而去 只要高慧不知道她的存在 我就能够保她平安 原来如此 原来你是想保护她呀 你想让她生气 继此离开东京 我怪不得你说 把我扔进河里帮着你打吗 其实 打从电情的那一刻起 我这心里头 就只有盼儿一个人 当初如果没有她 我根本就熬不过 根深夜寒的发愤苦度 也根本就没有钱 请大入附近赶口 这些年来啊 我就经常幻想着 能够金榜提名 然后锣鼓喧天地 将她取进门 从此弄诗作画 一诗败道 只可惜 对了 杜兄 你这次见到盼儿 他怎么样 有没有太过伤心啊 我这个眼神不太好 也没看见 只是我听着声音 好像有些少气无力的 而且这个屋里有好大的药味啊 盼儿病了 那不行 我得去看看 别别别别 不能去啊 你既然选择用这种方式保护她 你就一定要忍耐 万一你要让高佳知道了 你就前功尽棋了 是啊 就算我能去见她 她也未必会见我 顾千帆 如果你看到这份奇书 一定会取笑我前后不一的吧 可是银章是我的责任 就算我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公子王孙 我也一定得为她遮风挡雨 所以 用一份死去的爱情 去换引着后半辈子的幸福 我不会后悔 父亲 儿子今天带着千帆来看望您了 您再试试 总是念叨我什么时候成亲 今天 看着你的长孙 该宽心了吧 你看他 多一表人才 跟我年轻的时候多像啊 江南 有祭嫂喜悲的救赎 你也为祖父尽您小心吧 在朝廷的侧击里 我的祖父是力不实了 顾神爷 好 好 我不勉强你 你总可以陪我一块儿去 萧家的祖宅看看吧 别说你身上没流着萧家的血 好 官人 这簪得真好看 这是过小定的时候 您准备送给高家的吧 不是 有事吗 有位赵娘子在外求见 好 汉儿 你是怎么找到 我这里的 我给了高家门口的卖花女士文钱 她就告诉我你在这儿 几日不见 你怎么请假了那么多 因为我有心肝 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坐坐 啊 请进 请吧 帕儿 我知道这样 这样做让你受委屈了 不过你放心 以后的日子我会对你好的 而且 高先生那个娘子 昨天来的时候也说了 她会和你 和睦相处 亲切相得 那就祝你啊 多大美气 后院风流 可是 我就恕不相陪了 欧阳关仁 我今天来找你 只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交易 知道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当初我和你娘 重游太湖 看到这般美景 就说了句 过境千番 戒不适 怎么 累了 我只是在想 我只是在想惊中会如何处置真净天 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好处置的 官家是人均又不会一三足 你是担心黄承司的事吗 我已经派人见过雷静了 先兵后礼了一回 王后这个老家伙只会对你客客气气的 不过 不过你也不必记恨他下令 割杀你的旧事 觉得心里不痛快 是吧 可在你手中并没有他收受郑清田贿赂的证据 既然不能一击必杀 不如就先留为己用 待日后再慢慢地寻他的错处 也不值啊 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只怕不光是为了我好的 你给德叔的钱 买得断我救你命的恩 却赎不了你背信悔婚的情 我是绝对不会自贬为妾的 你若是想和我了断姻缘 干干净净地去做高家的成龙快婿 最好按这份契书上的去做 否则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第一 你当时曾在我爹娘的灵前 以女婿的身份发誓 说要护我一身周全 现在你既然要回婚 就烦你再手写一封退婚书 好让我回前堂的时候 可以烧给我爹娘 也算是有了交代 第二 你曾经应许过影章 说一旦围观就要帮她脱脊放凉 现在你已经是高家贵婿 想必也不难做到 第三 我的那张页艳图 你说要带到东京来请明师装表 现在也请归怀孕 对我这样的生意人来说 七叔比发誓更有效 你要是能做到这三点 我就给你路归路 瞧归瞧 非黄泉不相逢 凝亡死无相干 但是你要是做不到 我定会把咱们当初有婚约的事情闹得天下截止 到时候 你若是清云路段 就别怪我心狠 好 只许你无情 就不许我无意 这份七叔 你到底同不同意 现在的我可没什么耐心 我数十下 一 二 三 我答应你 果然 画呢 我现在出去找来给你 我现在出去找来给你 你马上就要回京任想 三年没有回东京了 你也担心官家对你的信任 是否还一如当初 放过雷敬 也就等于得到了整个黄城寺的助力 一键双雕 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就是聪明 你在黄城寺出生入死多年 为什么转头雷敬就能卖了你啊 因为你只是个小小的指挥 如果你是我萧青岩的儿子 如果你做到汉林学士 他怎么还敢对你下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得懂 你我父子的处境 实际也没什么区分 现象的名声固然不雅 黄城寺朝廷鹰犬的名声就好听吗 前半 现在在这儿只有我们父子俩 你能不能跟我交个信 告诉我 这些年你为什么执意待在黄城寺啊 我多次想把你从那个危险的地方调出来 你都不愿意 你是正牌的进士出身 你为什么要跟那一群燕党武夫为伍 看看你这一身的伤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你一直都不明白 明白什么 算了 我钓了很重要的东西我要去找 先告诉我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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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等你 我看一眼 这些东西是在网上的 真不知道他把夜夜头放到哪儿了 陆长风也是你派过去的吧 不是 隐障突击的事多久能办好 我现在无关无知 只能偷偷寻帮忙了 毕竟他家里是京城大祖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你 三日之内必给你一个答复 好 还有这话 我怕我一生是找不到 如果我明天找到了 给你送个客栈可好 好 那我就恭候三日 欧阳 你这次可千万别再让我失望 他人等一下 我有一只差子想要 欧阳官人 你给我继承陌路 还请称我一声赵娘子 我等着你 我会想要麻烦 我会想要 protective 小青岩这个杀千刀的 你们祖宗十八倍没有一个小好东西 你们这些萧家的人 冲头刀讲恶官满营 我认识王弟兄是被你们害死的 我要你们死里也不能好过 小龙儿 恶官满营的大奸臣 让我给你好好息息 咋 什么东西他们 快 别弄了 杀 别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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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儿 不能放死 小家一车万年 有关是你们杀了我 放了他们 不指挥 放了他们 保证 把他们也放了 保证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也不是 也就是每年的清明 中原前后吧 打水箭 是 打水箭 是 是 是 打水箭 擦干净 擦干净 跪下 跪下 爷爷 原谅我 我只想做个好人 没有啊 你走了之后 我专门吩咐下人去那儿清点 还没落下什么东西啊 那不然 那幅画真的被德书误送给老师了 误送 恐怕不是误所吧 德书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 经常说你不善交际 老师对你轻言有加 但你送给老师的东西太过菲薄 要不就说 你应该多跟高官查出去见见试验 如果那幅画 春 春艳图还是夜艳图的 如果真的是王矮的真迹 那被德书加进礼担也就不奇怪 那该如何是好啊 没法子 这老师霸向外放 你此时去讨话 那起不成人走插梁 落井下石的小人了吗 那此时也只能日后再说了 对了 我这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请讲 我听说你有位卒书 在泰城四人职 那各州越急的事他可说得上话呀 越急 也要替人书身哪 一位故人 不妥 不妥啊 我不管这个故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这刚中了近视 你就着急忙慌地给官妓托吉 传出去让人想我 我这也是受人所托 多求你看 做官了 你就不能像寻常百姓那样随意 而且咱们马上就要避见寿师职了 这时候要是 要是啊 传入点风声 让阎官参你一本 把你下放到片原的小县 或者是拖上几年让你首选 这辈子就完了 若真是那样 兴许还是好事呢 我要是被贬了官 想逼得高回 便看不上我了吧 未必 以高家的行事风格 都万事不会退婚 是 只消在这里边随意放上点什么 让你来个暴病身亡 这高惠啊 也就不用陪你到穷乡僻壤去受苦了 主人 德叔回来了 德叔 官人 官人 德叔 老奴给官人请安 老奴不能 不但没能完成官人的吩咐 还让赵氏给骗了 请官人责罚 骗了 是 万万不可 那份退婚书 那绝对不能写 为什么 能想啊 那赵氏诡计多端 又出声欢唱 满嘴鬼话 万一 他拿了退婚书 立刻翻脸 到官府告门退婚令去 怎么办 行了 不许你那么侮辱盼儿 官人 忠言逆耳儿啊 他不肯给老奴同行呗 却问能要退婚书 这分明就是包藏祸心 既然退婚 那就肯定有过婚约 能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吧 赵氏 对能有恩 老奴虽说之前并不怎么喜欢他 可平白无故的 也不会随便去终伤一个妇 可他真的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你能不知道 当初他为了稳住老奴 竟然一边撞得伤心欲绝 一边转头就来了东京 一直害得老奴在前堂耽搁了好久 对了 老奴回京经过华亭县的时候 还听说了一件大新闻 什么新闻 欧阳旭怎么还不来啊 他不会又想说了不算吧 我是三天前的绅士找的他 现在刚过中午 还没到三天整 而且拖击这事本来就不一半的 我那天已经故意说这些重话 刺激他自尊心了 凭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能说到做到吧 可人是会变的 暗欧阳旭以前的性子 他怎么会卡死了三天的期限 非得撑到最后一刻 你说得对 他那边多半是有问题了 走 咱们去看看 绝不可能 老龙哪能骗男哪 他既然能假装成花魁 用假意许婚 把周氏骗得款款转 最后又把他高尚公堂 罚佩与重军 言之他不会这么对男 我不信 怕他不是这样的人 可防人之心不够 我 对了 我还有件事要问你 那非燕燕图 是不是被你 放在了给柯相公的寿里 给送出去了 老奴有真 老奴有真 难道他提出这三件事 我连一件都做不到 他导致你 劳奴 是 喔 花 我家官人不在 两位请回吧 我三天前才来过 你忘了 我跟王旭约好了 不然你让我们进去走吧 不行 德书说过了 谁也不让进 德书 德书 她回京了 我说得没错吧 她就想赖账 你跟欧阳旭说 让她出来见我 不然我就让她后悔 还要不动 你在说什么 让开 让开 别堵在我家门口 走走走 走 你还想赶人呢 帕儿 讨家这事我有经验 按我说的做 咱们俩啊 一个堵前门 一个堵后门 就这么跟她耗着 累了渴了 咱们就叫小贩送吃的来 送个椅子来 咱们就躺在这儿 等着她 晚上的时候再叫尹章过来换班 我就不信啊 有人能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 你 永远不出门 小贩 这事 官人 老农没说错吧 只要烧不住这赵盘儿的意 他就放话要让难后悔 那要真抵他做了那三件事 以后还不被他给磋磨死 那 那现在怎么办 官人放心 老农猜到孙三娘会使这种拨复手段 所以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好 小娘子 小娘子 在这儿干什么呢 小娘子看得好生眼熟啊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是见过 你不是那个臭球篓子 吃亚内的狗腿子吗 他骂我 他这儿跟咱们吃亚内的球 兄弟们 揍他 揍他 你们要干吗 你们要干吗 小搞笑 走 爹 爹 爹 小命啊 赵伯也当街打男人了 你 不是 是不是屋里的人让你来的 里面有个早早头子 给了我两关钱让我过来的 怎么了 真是没说错 这人一旦做了关 心也狠了 手段也落了 那你想干吗 还想找茬 是吧 你等我起来呢 我赶紧没完 三娘 点她龙虎穴 让她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 你点了你的龙虎穴 你再生不了孩子了 娘子 娘子不行啊 我得生孩子啊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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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生孩子 我得有个孩子啊 娘子 我单单把她没担穿 娘子 娘子 救你了 娘子 我得生 怎样要解穴 你把我说的办 有界无还 天理难安 有界无还 天理难安 有界无还 天理难安 你个胖子 居然还真是有能够解穴 男儿本来就不会生孩子的嘛 真是个猪囊子 你跟谁学的这些虎人的招式 当然是跟顾千帆 在前堂的时候 他就问我 如果欧阳徐跟傅星贵一样变得心 我该怎么办 顾千帆就跟我说了 我说了 可以的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三娘的丈夫 会因为钱财 而动性意情 难道你那个欧阳就不会呢 我相信他的为人 他什么样的人 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你 你能不能回答我 如果欧阳他真的变了心 你会不会像三娘一样 混不当初 其实我倒是已经心虚了 但是我还要强撑地告诉他 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我相信欧阳徐的为人 相信欧阳徐的为人 我跟欧阳徐 是我这十八年以来 最开心快活的日子 就算他变了心 愿意做别人的东床快许 我也不后悔 会他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好啊 那我希望到时候 你跟三娘还要坚强一起 不要因为一时想不开 而落了手 你为什么对欧阳一直有偏见 觉得他会辜负我 我跟他素不相识 谈不上有偏见 而是这些年 我在黄沉思居域 见过太多的人 这让我觉得 在这世界 有的人心经不起考验 事实证明 他一点都没错 永恕我 是我自己一直在骗自己 这个世界上 最不可测的就是人心 有戒无还 天理难 有戒无还 天理难 别想 太累了 我看他们挺卖力的 那不咱们回去 给你弄点吃的喝的 好 有戒无还 天理难 有戒无还 天理难 天理难 英子 你们干嘛去 给你们弄点喝的 我这个这个 好好喊 回来给你解决 喊 有戒无还 有戒无还 天理难 有戒无还 天理难 这些卷宗都快得堆成山了 我都怀疑啊 江南的这些官全被郑青天给输卖了 我都怀疑啊 全被郑青天给输卖了 我都怀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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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 潇洒的模样 似月光落在 迷人的心上 雨降下 如何向往 风吹过 岁月的熄攘 坦坦荒落尽 空雨下 回忆的角落 是几般忧伤 送不完 悲欢一场 怪只怪 这只段情长 星辰为你荡漾 风月为你痴狂 谁为你不兴时光 等地老 等天荒 等某天再回望 笑看所有残散 指字 指指指手 不复思量 指指指手 等手眼为对方 泛起来 泛起了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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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陪你去看吗 西水流车 我好不开明山 有 Jerzy流转 我好不开明山 打破